如果你知道我们的频道剪剪师的话 你知道他是一个用粉红色的手机套的男生 你觉得奇怪吗 空闲时间太多 让我们硬塞一点有趣的支持给你 欢迎收看硬塞智库 其实在国外哦 怀孕的妈妈会把宝宝的性别报告 交给亲友们 然后举办派对的时候 让夫妻两人去揭晓宝宝的性别 一般上我们都会用蓝色来代表着男生 而粉红色是代表着女生 这些社会代表着的颜色 看起来就好像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谓的非常正常呢 欢迎收看今天我们这一期的硬塞智库 今天的碎片时间 我们来看蓝色和粉红色 有没有发现到当孩子们在玩具店的开始 选择玩具的时候 一般上男生都会选择蓝色的玩具 非常抗拒粉色系列的 而女生就不会抗拒粉色系 反而更加希望自己可以获得粉红色的玩具 其实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上其实记载着 粉红色是属于男性的颜色 但是为什么在近这三个世纪里面 会有那么大的极端改变的呢 十八世纪的时候呢 西方其实开始用着流行粉红色 欧洲上流阶级的男女 更加喜欢佩戴粉色的服饰 这是一种奢华和阶级的象征 不过当时粉红色的含义 其实和红色的含义 其实是相关的 那红色是代表什么意思 红色在西方文化里面代表着 牺牲、勇气、危险和好战 也象征着军事和劣势的角色 所以以前粉红色是比较适合小男孩的 但是十九世纪的时候 西方越来越多男性喜欢穿 暗色系、朴素的颜色 而女性呢 则开始喜欢非常明亮的颜色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粉红色就代表着女性化 被布于优雅、娇嫩和甜美的意思 正是因为这样 粉红色就开始带出的内涵 就包括了粉红色内衣暗示着裸体 文学艺术里用粉红色 所以已经代表着女性身体有关 而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 粉红色成为主流的颜色 工业加工带进更便宜的化工燃料 粉红色就变成更加的明亮 更加的鲜艳 而且有不同的版本 这个时候加成了粉红色和女性之间的连结 I have a pen 然后就慢慢变成了女性的颜色 也就是说慢慢也变成 粉红色是专属于女性的颜色 其实粉红色也有另外大家意想不到的历史争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国纳粹用粉红色但三角形的标志来辨别 囚犯中的男童性恋 曾经也有用粉红色瘟疫 来称艾滋病 因为这样而变成了偏见 虽然这次早期看起来粉红色是属于女生的颜色 可是因为政治因素上面和社会因素上面而变成了偏见的颜色 但今天的粉红色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权势 日本把粉红色当作是青春和可爱 而印度的一个省份 Rajokstan把粉红色当作任何性别的颜色 其实大家都在穿着粉红色 都不会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里有个小总结 社会其实决定了颜色的内涵 但颜色自己本身是没有标签的 这里留下另一个问题给大家当作思考 如果当初的社会已经决定了蓝色是属于女生的 而粉红色是属于男性的话 那你又会怎么看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影片可以在哪里改善的话 请在下方留言 当然我们也不免数的想说 如果你今天在我们的影片里面有领悟到新的支持的话 那就给我们按个赞分享出去 订阅我们同时记得打开小铃铛 当我们分享新知识的时候 你就会是第一时间得到通知了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英才智库的碎片时间 为你网络一些你曾经错过的知识和资讯 填补一下你的脑袋 增加一些最新的常识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 准时上线为你准备最新的整理内容 我们下线为你准备最新的整理内容 谢谢观看